所以你會在法律生效前提出失憲 還是法律生效後提出失憲 失憲後 國會改革修法被痛批 國會擴權歸限 但覆議案在藍白連手下 想要通過是不可能的任務 行政院早就想好下一步 站場轉向憲法訴訟 在失憲結果出來之前 這就是一個空窗期 為什麼 應該你也會同時去進行 憲法法庭的暫時處分的一個申請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做出太多 目前大家在爭議事項的行為 否則會引起更大的憲政的紛爭 那我們在這短的時間內 馬上提失憲案 以及警示處分 當然要等總統公告後三天 我們馬上會提 包括警示處分 所以不存在所謂空中期的問題 民進黨團大兩邊有信心 因為類似案例過去就曾發生過 像是2004年8月24號 國慶聯手通過319真調會條例 行政院提出覆議案 9月14號被否決 隔天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隨即申請大法官解釋 並提出暫時處分 凍結真調會條例 整整三個月後大法官宣告違憲 條例立即失效 雖然不知道這回事件需要多久 但民進黨已經做好準備 所以我們規劃在今天之後 會一直到7月16號 立法院臨時會結束之前 都會持續地來進行全台的一個 宣講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民主必須繼續深化 而過去我們所推動的這些改革 包括黑金政治以及地方派系等等 其實並沒有被消除 而是繼續的一個存在 那我想這一點 必須要讓台灣人民能夠知道 此時覆議案結果出爐 事件案將提出 也宣告一場街頭持久戰 準備開打 好 覆議案已經正式宣告失敗了 那麼接下來下一步 其實民間醞釀很多 這個罷免的浪潮 那我請教一下若芳 說真的 這些罷免的浪潮真的好像跟民眾黨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民眾黨這八位通通都是不分區的 好 那我們看到人家黃國昌 人家現在什麼罷免 那是你們藍綠的事 人家的野心是放在2026 那個時候呢 不管是遇到張家俊 還是在廁所遇到李明顯 都要問一下新北市長的事情 可是因為最近中廣那份民調 真的是有點低得太過慘烈了 所以現在又傳出另外的風聲 黃國昌會不會新北無望 傳出轉戰新竹 黃國昌今天的回應說 啊 這些都是空穴來風 好 子虛烏有 高鴻安在市政是很認真努力的 欸 可是若芳 說真的喔 黃國昌 話到底有沒有說死呢 欸 這個部分你怎麼樣看 看起來其實就是沒有說死啊 他只是說這件事情我還沒有講 只是呢 現在大家傳出來的就是 因為黃國昌想選新北市長 這個是大家都看得出來的 通郎在啦 大家都知道這不用大家說明嘛 那只是因為最近他這個民調 真的太低 那我覺得反而應該是說 民眾黨跟黃國昌 如果你真的有為民眾黨 或者是自己要想下一步的時候 你要想你們現在在國會上 即便大家雖然沒辦法罷免 這個所有的不分區立委 包含民眾黨的八席 但是下一次在2026的選舉 不要先講2028 先講2026就好 2026的選舉 這些回頭草還會在投你們嗎 這些小草們還會投你們嗎 大家看到說你們這樣子 欺騙他們當初的投票 說是要監督藍綠 去制衡藍綠 結果最後變成小藍 最後連最基本 之前黃國昌 大家都在講的這個不當黨產 你們連投都沒有去投 這樣對得起 當時不只是太陽花學運的 到現在很多的小草 都已經出現了回頭草了 都不願意投 那2026他要怎麼選 不管你在新北 不管你在新竹 全台灣我相信都有 當時在去年投票 應該說今年2024 投票大選的時候 都有投給民眾黨 給予期許的這些小草們 大家也都還會繼續在全 遍佈在全台灣各縣市 會投你們嗎 好 那我覺得黃國昌 你自己應該要先要回去檢討一下 在這一場立法院的國會擴權裡面 你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麼多的小草 將近以民調來講 將近160萬的小草 離開了民眾黨 那160萬的話 遍佈在各縣市上 黃國昌你在選市場的時候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我覺得是打了一個問號 若方我想請教 因為當時民眾黨拿到不分區的票 大概是拿到300萬左右 那如果扣掉160萬 這樣不就算百席 對啊 結伴 那這樣子不分區 如果一這樣推算 這樣可能是少掉好幾席 可能少掉三四席 少掉三四席 而且你100萬 那你說好 它又算是分佈在各縣市 那你在各縣市的時候 那你這一些小草們 你光選縣市長的時候 那選擇上馬 我覺得是一個問號 再來你一直說 高鴻安很努力怎麼樣 高鴻安真的很努力嗎 他在很努力的去打官司 很努力的來動員 每次在那個開庭的時候 就很多人 那個機長啦 好像在歡迎他一樣 高鴻安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直接先跟大家講 就是最近網路上也都在 他很努力在宣傳 新竹的這個活動嘛 就是要去新竹怎麼觀光啊 對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之後呢 網友真的非常的可愛 因為他所有的場景 take上面 全部大家結論就是 林志堅做的高鴻安收割 然後大家幫高鴻安做的 最後再一幕就是 新竹的棒球場挖了一個坑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到 然後你說要送宴 送到美國 結果通通都沒有送 這很明顯啊 你把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棒球場 放在那邊既不能打棒球 如果你說有弊案 也沒有去彥徒 也沒有抓到任何的弊案 所以大家不曉得 你高鴻安在幹嘛 那請問一下 高鴻安是民眾黨的 那黃伯山還是民眾黨的 現在明... 四季線上